可疑被綠營分手 苦找有科派卻被臨場桌打槍 本首快樂 祝你快樂 你可以找到更好的 人家都說要多給失戀的人 礙於關懷才能讓他走出傷痛 這位很有愛心的記者大大們 當然既是用一連串問題 來關懷咱們剛被綠營分手 還得強忍偷參加活動的可疑囉 因為現在綠營不挺你了嘛 可是好像你有打算要一區挺一個議員 然後來找自己的有科派嗎 你要來當我的選舉總幹事還是怎樣 所以不是一區挺一時 是一區挺兩時對不對 哇 越來越多人 剛才都說挺六席的 好 下一題 下一題 看林昌佐他似乎沒有打算 要找你當時代力量的母親 沒有啦 我跟他很好啦 但是常常是這樣啦 這個人與人之間不可能百分之百相同 通常也不可能百分之百每一個項目都合作 派派客拼雖然被小英分手 又有個曖昧對象臨場左撇親 但至少曾被傳出要北上選市長的花媽 堅決say no 不會扯到你後腿 而且根據最新民調 您最好的朋友台灣人們 都覺得您贏過盯手中 賴清德跟全局花媽喔 既然他們那麼挺你 那只差一公里就蓋好的基隆輕軌 南港路段問題 是否依然堅持地下化 您要不要趕快決定啊 反正民調每天都變來變去 所以看看就好 這個要怎麼做 其實專業問題還是專業解決 我們沒有說一定要怎樣